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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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節目《西岸世情》 第一集就開始見到一個 我就在德國 阿世良就是 想像不到 德國我最後一次見你 是你上來城寨 我記得就是你離開之前的一天 我想問問那時候是多少日 即是多少年 兩年前還是三年前 三年 2017年 2017年 對了 你2017年去德國 想不到我們再見面 一直沒有見面 已經就是現在了 是的 是的 即是在YouTube見得多 真是我們兩個聊天 不是用文字 而是面對面 就是這個視像 今集這個誓漢誓情 都很唏噓 是的 已經認了世界 已經完全不見了 我也想像不到 你生存到之餘 還成為這個 就是YouTube裏面的時事評論的KOL 我都很高興 真的 這個完全猜不到 你越來越多人聽 我猜不到 真的 不是拆你鞋 越來越多人聽 真的 真的 我出乎我意料之外 你現在是 我在溫哥華就是12點 你現在在Douche d'Ofe 幾點 現在早上9點 早上9點 那應該還是精神好一點 我這樣也不是的 我起床了一段時間 但至少你習慣了早睡早起 還可以的 我覺得現在科技的進步都很驚訝 這個疫症裏面 大家看到的 科技的用途 以前你怎麼會做這些系統 會做得這麼快 以前說的很貴的 這個系統 我現在是了 我就是Martin 負責做一個Virtual Studio 片頭 分鏡 全部一站式都搞定了 是的 我一部電話搞定 一部MacBook搞定 如果你想想 以前十幾年前 要怎樣 要派一隊Crew 來溫哥華 一隊Crew去德國 然後大家用微波傳送 CNN那種模式 衛星車 對 用微波 要有衛星車拍在我家門口 是的 然後要射到你那裡 是的 那套東西加起來 我想也要一千多萬 還有一架車在門口 還有一隊Crew 還有一隊Crew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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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拿著扒子 站在溫哥華的家門口 然後你自己說 我們這樣對接 是的 但是現在不用一個電話搞定 所以我就說 新媒體的發展 的確是改變了全球的傳媒生態 其實 你想想你在德國 我想你去德文也不認識 是的 我很少都認識 去到才慢慢學 是的 現在就流利 但是你去到也是慢慢學 然後 還可以在一個陌生的地方 去看全球的時事 然後又可以回到華人的觀眾的世界 其實以前是做不到的 以前 沒有可能的 以前你怎麼可能 以前就是你可以做correspondent 你要回來香港 你的片 回來香港 然後再由香港的傳媒機構 再發放出去 是的 現在我自己 這樣才行 我現在自己拿裝 我自己拿著 我看你的片 剪片也是你 片頭也是你 字幕也是你 主持也是你 是的 收音師是我 Virtual Studio 又是你 製作者也是你 是的 我連那些裝備 那些控制 panel 那些都是我 所以我說這個新媒體 是真的改變了世界 我們 城寨一直走到下來 其實都是希望可以 在新媒體再走前一步 所以我也呼籲大家 在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特別是在Patreon支持我們的朋友 改變費 是的 這是用月費的朋友轉年費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可以 最重要的 就是可以折省行政費的開支 手續費 因為這個當然是涉及銀行的做事方式 我分析一下 通常 你做了一個交易 因為銀行者做了一次 他就收一次的錢 他不是用比例來收錢 總之就是每一次 你至少有一個最低的費用 才再跟你計算 所以如果你這樣 即是計算次數 是的 如果你十二次 那你很金的 給你十二倍費用 大哥 那當然不行 為什麼現在很多都是 開始行年廢制 甚至你買 電腦軟件也是 你肯比一年免費 我就減50% 對 截用很大 截用很大 為什麼呢 除了他一次過收了錢 他的資金穩定一些 還有一件事 就是因為每一次的費用 他收費 計算很多 主要是Payment Gateway的收費 Payment Gateway收費 一件事 接著稅務很多 譬如有VAT 那些 你報12次稅 你想想多嚴重 那是 他後面的行政開支 後面的行政開支 是錢 這個就是香港人很多 都未必會發覺的 但我們住歐洲 就很覺得 你想想 十二次行政開支 十二次費用 再加十二次跟稅局交文件 你說什麼 無論如何多了十二板子 那 你的肯定是錢 所以我 都推薦大家 給Patreon 行業費 比行業費 免費 Martin 你在歐洲 你怎麼看 美國的科技媒體 例如Patreon 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這些 其實對我們香港做媒體 其實靠新媒體 賺錢的人 你覺得穩不穩陣 不穩陣 好像Patreon 你不知道他是什麼股東 你看到我的Patreon 是一個很保持他的態度 你自己不開Patreon 我的Patreon 最主要是霸了我的名字 霸了我的名字 霸了我的名字 但我實際上用回自己的平台 很簡單 我不知道Patreon股東是什麼 我不知道你們這些管理人 人員是什麼 那些委員會 以及後面的 那些後台的軟件 全都捲了大紅 那些委員會 有人每天 用個委員會的系統 每天 出一些武俠小說級的東西 來動我 對不對 你這些 你動我 還有錢 收我多好東西 那些人 但是問題就是 你想想 Patreon 這麼不透明的環境 我不敢用他 老實說 然後你說Facebook 你說YouTube 我在歐洲 是因為歐洲的法律夠嚴 因為歐洲的政府不喜歡這些公司 但是香港 不斷告他們 不斷罰他們的錢 還有做生意的手法 不老實 就是說 別人的私人用來做生意 你又不跟客人說 就是 歐洲的政府 北歐 從歐盟到歐洲 幾個國家政府都是 不喜歡這些公司 甚至你說 德國人 德國人 不用Facebook 不用WhatsApp 他們覺得 這些 偷他資料的東西 我見過認識人 我說 你為什麼還用Nokia 3310 我真的見過有人 用3310 他不想留下Digital Footprint 給人跟 沒錯 他跟我說 就是不想給Digital Footprint 所以說 你聯絡用SMS 不用用高科技 我都不用 3310夠了 你想想 為什麼德國電相員 已經減3G 也不敢減2G 因為2G 有3310客 他不能放的 這班人 所以他就把3G的SMS觀到5G 但是他不敢減2G 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他們可能相信另外一個 philosophy 是什麼呢 Low-tech才有這個生活 沒錯 Low-tech的生活 其實是 Low-tech的生活 很危險 他們不相信現金 他們不相信那些卡 他們用現金 德國 還是用現金 德國是現金社會 當你知道德國是現金社會 就不明白 究竟為什麼德國是這樣生活 這是很過癮的一回事 所以我們自己都要想 因為我看到 都說杜汶澤 他都把這個Late Show 放在自己 碰到的apps 對 碰到的platform 已經開啟了 成績都很好 我覺得這個也是 即是我們未來 我們要在2021年 我們要做 對 真的不要再說 因為之前那幾個月 我們已經開始 打自己的platform 其實 所以希望我們這個platform launch 可以在2021年 即是 rollout的時候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還有 我希望 邀請多些人用 邀請多些人用 最重要是share 那個cours 因為你的platform 最大問題是什麼 你跟AWS說 說我的數目就明白 他說 我想說數目便宜一點 數目便宜一點 數目便宜一點 然後 AWS的管理員跟我說 你10B的浪費 我便宜給他 他說 10TB 我哪有這麼多 我沒有鹹片 10TB 你不要開玩笑 Martin Point Hub 現在也不行 Point Hub 也不行 現在全部要落架 我開閒片台 我哪有10TB 一樓 你不明白 為何YouTube 可以免費給你 原因就是 你Google 買幾多cloud server 買幾多 data 他自己是一間 data公司 你根本自己 左手交右手 是的 Google有自己的光纖 為何Google有自己的手機台 Google有自己 可以買Google的SIM卡 為何 因為他 阿哥 他買 整條海鬼光纖 他跟Facebook兩家都很變態 所以他在這裏 屈你機 其實你越多人用同一個平台 就越有成本經濟 即規模經濟效益 因為你譬如要跟電訊公司 談論那個光纖的 data fee 你只會有一個叫價條件 這個很重要 你用AWS的講數門額 譬如10TB的門額 你就有這個概念 你就明白為何 就是越多人用的 就越有利益 因為你放一對筷子 和放十對筷子 和放一對筷子 和放一對筷子 你都是給一樣這麼多錢 但是多些人用 比較有利益 這個就是我們2021年的奮鬥目標 今集我們的主題 都是講2021的細程 是 我們2021的預告 我想香港人最關心的就是 中美貿易戰會不會落幕 中美關係會不會回到和好如初 大家管控分歧 MARTHEN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難 其實 你是淡友 我是淡友 我叫我末日博士 不過我不光頭 我末日博士光頭 我不光頭 我還沒有光頭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 有頭髮的末日博士 有頭髮的末日博士 沒錯 你知道末日博士沒有頭髮的 是光的 頭髮完全是電燈膽的級別 它根本是討論 對 OK 為什麼這樣 你看看賣金就知道 今年的賣金 剛剛過了 過了 過了 很多人一般看經濟 就是看那個振興經濟的 註入資金 但是我就看這件事 它夾了幾個標 就是有關香港 有關台灣 有關西藏 有關香港 有關西藏 對 因為這個也是 習慣的 美國人都是怎樣 有些一定要過的標 他就夾了在 因為 你不能否決 就是總統人 總統又不否決 議會也不會否決 你夾了在 所以今年的 五千五百頁 OK 我看完都看得眼睛 說五千五百頁的 花費是甚麼 但你覺得隱藏些甚麼 訊息會中美繼續 放進去 在這個花費 因為 國會的立場很強硬 你看 一件事 先講台灣 台灣就是台灣保證法 它要升級 跟台灣的關係 這本身就是野火 接著香港 香港就給了三百萬美金 至少搞一個民主基金 至少三百萬美金 已經撥了出來 這是後任國土安全局長 好像都說過 在2021年財政年度 是會有錢幫香港 是 就是各筆錢 批了 就是各筆錢 然後還有 九元 三百萬美金 三百萬美金是最低的 最低的 最低的 它可以一直加上去 OK 然後 還有就是 它要給國務院提交報告 那些情報部門 香港哪些人做國安公署的人 或者香港警察的國安部門的人 是什麼人 它要全部認識 它們怎麼做事 它用的法源是 美國國家安全法 1947 就是 你當這些香港 間諜 直接當他們是間諜 然後 西藏 西藏 首先 如果你不讓西藏搞美國影視館 中國 沒有新的美國影視館 在中國出現 這是第一 第二 但是 加上原籍之後 那個問題 轉世靈童的問題 轉世靈童 美國說明 你不要搞 你現在搞的話 相關官員全部跟你制裁 你看到的事情 就是 其實 你救生艇的鋪 就是用Hotline 其實那個是策略錯誤的 我覺得 如果你夾了它的花費金額 就應該過了 其實 但是我猜當時沒有人想到 這個花費金額可以這麼好用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美國 它是國會議員 你看它的合法 它的花費金額 它是很 它覺得 你中國 這個 你就算你的行政機關上眼 你這樣軟 我不讓你軟 我國會看實你 我現在國會批筆錢給你 你要這樣用 你要企硬 所以你現在拜登還要一個弱勢 這麼弱勢上台 假如拜登上台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好吃 未來一個月什麼事都會發生 你知道特朗普這個人 非常虧人物 就是 你去到這個位的時候 你覺得 喂大哥 你沒有什麼可能軟 你要軟都 很難過到國會 大哥 你還要 國會你又不知明 聖域是否叫做民主 如果 聖域1月5日出來的結果 是繼續民主 你 拜登有什麼 要求那幫民主 那你怎麼可能軟 問題 但Martin 我就不太同意了 如果你說國會硬 我也理解 這個 Nancy Pelosi 這些都不是說 容易軟化 或者 因為他是老牌政客 老牌政客 他不用給面子 他不需要給面子 他不需要給面子 在民主黨裡面的老牌政客 甚至我想他強勢過 這個 拜登 是的 但問題就是 你現在看到幾件事 第一 拜登的兒子 Hunter Biden 的醜聞 還是繼續燒 是的 因為他收了何志平錢 最大壞 現在中共有隻牌 在手上 就是我們香港的名人 Patrick Ho先生 這隻牌 你看看什麼時候打了 何志平出來指控 這個Joe Biden 甚至只要Patrick Ho出來說 就說 不是Hunter Biden James Biden和Joe Biden都知情 我覺得這個很嚴重 首先就是 勾兵 拜登的腳 拜登就不是玩狗 懶狗就兵腳 而是兒子 兒子 令他兵腳 是的 何志平就上演這個肥仔復仇記 第一 你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小 第二 我看到奧巴馬任來 重返亞洲政策的兩個關鍵人物 現在就是拜登政府即將上場的 一個就是國務卿Anthony Blayken 一個就是 Jake Sullivan 是什麼 國家安全顧問 是國家安全顧問 兩個都是在 奧巴馬年代的 軟腳蟹的代表作 這兩條軟腳蟹 有什麼可能可以 洗心甲面 在2021年突然間 硬起來呢 先講Patrick Ho Patrick Ho 我覺得 有人可能想利用Patrick Ho 令到Joe Biden 真的是 他是關鍵人物來的 真是關鍵人物 為什麼 因為賀錦毅很有野心 賀錦毅 好好說 其實最想坐正的是他 大家都意識到一件事 就是這個 就算沒有Hunter Biden 這個 吃得這麼重口味的朋友 他 Joe Biden 怎麼說 又跌斷腳 你已經跌了一次 剛剛 又跌到碎骨 或者健康有什麼問題 他現在跟老人痴癌都沒有分別 Martin 我養狗的 我也知道 我跟狗玩 是我扔玩具讓狗離開 不是自己離開 怎麼會扭傷自己的腳 真是 真是 真是天才人物 真是 真是很明顯他有問題 他的身體有問題 他的平衡力 出了市 好人家也是這樣 如果突然說一句 硬聽一點 可能Hunter Biden 這件事未完 可能他已經 Joe Biden 已經玩完了 上帝已經召了他上去 上帝找他召費 那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因素 就是要看賀錦麗究竟發生什麼事 賀錦麗有些人說 他跟中國很多千絲萬縷的生意關係 但也有人說賀錦麗很硬 因為賀錦麗是香港人權民主法的贊助之一 他老公是有問題的 賀錦麗的老公 在香港的IFC的chamber 實際上是跟大陸上海 行運的仲裁 其實是首屈一指的公司 即是在中美貿易裡面 因為行運就是中美貿易有關的 他跟趙小蘭是一樣的 是的 這個什麼 Mitch McConnell 麥康奈 麥康奈 麥康奈的老婆 的家族 就是中資給錢他起船 然後運抗產 在中美運抗產有沒有這麼順 船是中國貸款給的 然後跟著 抗產又是 就是運美國抗產去中國 他還借錢給你起船 趙小蘭的家族 是這樣收取中共錢的 賀錦麗的老公是一樣的 雖然他已經遲了 現在已經遲了 那些人物關係 大家當是傻的嗎 所以大家現在最反而 可能是看賀錦麗是發生什麼事 比較像Joe Biden Joe Biden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 跛腳沒有行動力 而且搞得不好 隨時因為亨特拜登 如果提早下台 賀錦麗隨時送他一程 對不對 大家都有一個瞇瞇 畫圖 就是說 我敢推一下 拜登的輪子落了懸崖 其實都是他次的情況 對不對 都是那些事情 但是你看到現在 奧巴馬 administration的人 全部回潮 對不對 你看到現在 基本上都是奧巴馬 administration 主要對華政策都是 很簡單 我為什麼跟你有點不同 我就說 我就看得樂觀一點 如果我站在中共那邊看 我不是金燦榮的支持者 但是我也是看得樂觀一點 因為第一 白宮是一個弱勢的 administration 我覺得這次 對 相對於特朗普亂來的時候 特朗普更強勢 他當選的時候 特朗普強勢很多 對 他德國人派來出派 全面執政 對 因為整個美國是一個 速度的選舉 今次 到今天 雖然 他組織政府也好 但是他都很難用一種很強勢的姿態 去奧巴馬 這個拜登 和賀錦麗 是吧 差不多接近一半的國民 都是心中有氣 心中有氣 所以這個才造成他沒有辦法硬起來 我覺得 第二 他可能受制於國會 你說得對 但是問題就是 他越受制於國會的話 他同時就更加需要 去拿一些甜蜜的東西 去和美國人交差 我覺得中共是很聰明的 他現在就在香港拿籌碼 是吧 周庭好 之鋒好 肥佬黎好 現在全部都是老劫人質的遊戲 嗯 他這家東西 從八、九年玩到現在 熟過你和我 現在的共產黨也是這樣玩的 全世界的共產黨 熟過你和我 好了 現在就 手上人質牌 然後逐隻打出來 嗯 逐隻打出來 第二 就是剛才回到我們節目 一開始的時候說 美國華爾街的金融資本 和直谷的科技資本 嗯 在背後是民主黨的最大的金主 Facebook和Google肯定是 兩家 Facebook、Google 還有華爾街的投行 嗯 Colman Sachs 摩根大通 JP摩根 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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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 現在全部都是利用香港的互聯互通 和上海股市 進入上海股市投資 和中國國家債圈 都是通過香港的 嗯 你想想這幫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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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美國 我忘記了哪個總統說過了 The business of American is business 嗯 這是美國人的本質 當然 他有 他有新教徒那種 就是 Cruzader 那種情意結 要全世界主持正義 這是他投射的形象 美國人投射自己希望的形象 但是本質裡面 他是一幫清教徒 以賺錢來榮耀上帝的清教徒 這就是Max Weber的 這個資本主義與新教論理這本書裡面所說 Benjamin Franklin 就是美國Benjamin Franklin所反映出來的 如果他們是一個重商主義的一個這樣的國家 你看到他 中共就會 我經常都說 香港問題 他現在就 在美國政府未籌組完成之前 就搶佔最大的籌碼回來 老劫最多人質回來 然後逐隻人質派打 但是我覺得 他就給了Sweetie 給了Sweetie這個拜登 給了他 但是問題是兩樣東西 第一 歐巴馬 肥佬黎保釋 他已經可以什麼了 問題是兩樣東西 第一 三樣東西 第一 歐巴馬 administration 其實去到後期已經開始 其實現在美國對華強硬政策 不是源於Mike Pompeo 是遠祖於Mike Pompeo 其實歐巴馬去到後期已經開始硬了 重返亞洲的時候 但是他什麼也做不到 重返亞洲 不是 他之前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很實際的方案 但問題是 現在就是你照著Mike Pompeo的食譜 繼續走 Mike Pompeo已經留下整堆食譜 你執行開 你突然不執行 人家就會執行 你是不是沒有 你覺得蕭規曹除已經可以了 其實蕭規曹除已經可以了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 瑪麗金服那件事 其實令華爾街對中國很有戒心 因為瑪麗金服有很多錢 其中一個是美國 摩根大公 就是花企銀行 就是花企 那次我聽到一些 我認識一些做Ibank的人說 他們就看著瑪麗金服 每個人都不認識 那次我說 瑪麗金服上不了市 你這樣一監管 一監管約談 上不了市 那些人說 黃先生在哪裏 你認識嗎 你認識嗎 那次他還問我認識嗎 我問你認識嗎 你認識嗎 他說 那裏有很多錢 如果真的監管約談 然後說上市失敗 不要說他們 那些中國的官員 全部面都載上去 沒有錢收 你上了市場才有錢收 因為他們找出市代表 他們都圍了票 他們都圍了票 圍了票 每個人都圍了票 暗盤價 一開始升幾倍 你知不知道 香港那些有錢人 就是做出市代表 幫大陸的官員圍了票 對 正確就是做這些事情 那裏很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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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都是益益的 聽聞 那些官員很高 怎麼會這樣說 脫流盛河 哦 這樣不行 那些官員 那些官員 被華爾街斬回頭 但是最後 出來的結果 蛤? 真的上了市? 這樣也可以 然後我去串 那些 我認識那些 做Ibank的 我都說 習近平我白卡 你怎麼會用一個 你怎麼會用一個正常思維 我又不同意 我始終都是習近平思想的 研習班的成員 我覺得不是 習主席就不是白卡 習主席是老粒 哈哈 老粒 周星馳那個 假裝白卡來老粒 周星馳 我告訴你 是啊 現在就是拿著把刀 絲襪粒頭 現在打劫 你明白嗎 老粒 現在老粒 拿了錢出來 脫掉了三褲 他現在直接要螞蟻金服 脫掉了三褲 是啊 很明顯是看到的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所說的要 反壟斷 其實就是針對阿里巴巴 馬雲馬化騰 和百度 三大公司 BAT 三大公司 是吧 這三大公司 要他把財產都交出來 至少金融有關的 所以我就說 你看到 如果 如果 中共 給什麼 甜頭美國 就會在大灣區 所有的先行先試 如果Facebook 能夠進軍中國 他一定是在大灣區 先下腳 Google YouTube 能夠進軍大陸 一定是先下腳大灣區 大灣區就是 中美 利益共同體的所在 我覺得 第二 他剛才 中央工作經濟會議 講到科技融資 那些問題 你記不記得 在改革 特區40周年裡面 之前中共中央出的文件 就是給深圳的所謂權力轉售裡面 我估計 他就是 開放風險投資 給美國的科技資本 讓他退出 不是讓他投資這麼簡單 讓他投資很容易 讓他走 讓他走 讓他退出 就是什麼 開一版 開多個新賭場讓他退出 嗯 在香港 我明白 在香港 嗯 就是給這些創科的start up 再給創業版再寬鬆 嗯 沒有任何業績 嗯 概念齋吹都可以上市 我明白 就是給你退出 真的 問題是 這個 你給退出 你還給他退出 你的問題 你的問題 我覺得 華爾街未必這麼容易相信中國 因為螞蟻金服那個是 你談好了 講好了 但你覺得螞蟻金服那個交易 真的打擊這麼大嗎 很大 我覺得他們這班 是唯利是圖的美國商人 美國商人 你想想去年 中共給他獨資經營 在大陸的財富管理 嗯 400個trillion的市場的生意 嗯 他怎麼會肥肉到口 他現在如果不是你看到 FT那個報告 中國國債那個 十年期的國債 那個 那個 價值 就是那個走勢 遠遠比美國國債 明年就納入這個國債指數了 這個國債的指數裡面 嗯 他贏了 你問我 問題是 對美國那些 我也認識那些iBanker 我知道他們的心態 心態 你的心態就是 你的肥肉有多大不重要 肥肉真的 吃下去才重要 但現在整件事是矛盾的 我想問問你 過去由 入 朱鎔基入 WTO之後 一直到20 集總稱帝是什麼 2018年 修憲 2012 不是 2012上場 修憲 修憲 好 2018才驚醒 這個美國佬 哇 突然間 剛剛碰到耳機 好 你到2018才驚醒這個美國佬 說修憲之後 你看哈林頓的說法就是 徹底改變對中共的看法 修憲之後 好 即是說這十幾二十年 十八年裡面 都是靠這兩大資本 去養大中國這隻怪獸 對 對 中共這些人面識別 大數據系統 由最早期的600 這些 Oracle 甲骨民幫他 起的 Cisco幫他起的 這些監管 中國 金盾 金盾 這些全部都是美國科技企業 去製造這隻怪獸出來的 後面的金融資本就是 給他在紐約上市 而判斷了他 不需要受美國 這個檢查委員會的規則 又是華爾街那些人 奧巴馬做的 當然 蓬佩奧就在收緊 那個檢查委員會的規則 要他們看齊 和美國企業 他們那些外壞賬資產 全部都掃到地毯底 其實是 對 問題是 對 華爾街那些人 華爾街那些人 我經常都說 最重要的是 他們想法很簡單 有沒有B仔 B仔最重要 有Bonus 什麼都是 沒有Bonus 什麼都是 他今年的Bonus 全部都來自大陸 問題就是 現在四大投行的人 誰的Bonus 不是來自大陸 問題就是 這麼久以來 因為現在 馬里金服 本來就是 如果馬里金服成功上市 哇 今年的B仔 就真的很豐厚 一個雙倍 OK 你突然間 你 習近平反口 現在其實大家 最害怕的是 習近平可以任何時候反口 習近平看自己而已 老實說 他只是看自己的權力而已 他自己權力 有需要的時候 他突然間反口 譬如我 我預計了 今年有四十個月B仔 我打算買一架 法拉拉 你突然間 你買金服一單 我只收二十多 二十個月B仔 因為之前那些都收不少 喂 如果你突然間 你習近平再 類似這種行事方式 即是他又要對付馬化騰 又要對付 對付 馬雲 喂 可能明年連B仔都沒有 大家都會覺得 喂 這個習近平不是老的 這個不是江澤民現代 如果江澤民現代 我同意你這樣說 江澤民現代很簡單 大家問心發財 大家發財 對不對 最重要是有財法 你華爾街要什麼 我和大家齊齊分 對不對 因為你那些 江澤民那些黨官的兒子 他全部入世 華爾街在投行做高層 對不對 紐約時報都報過了 我就說很簡單 栗戰書的女兒 是啊 在香港 就是建行投行的阿頭 是啊 投行阿頭問題 我想買金服上到 栗戰書家族的利益 都不小 是啊 很大的問題 現在習近平不理這些 什麼戰書那些 是啊 我很多次的問題就是 他怎麼敢和習近平 習近平最多跟你說 那麼 最多 我收了馬 金服之後 我割一份給你 對不對 你不要妨礙我 OK 我要鋸人就鋸人 你不讓我鋸人就鋸人 我就找中紀委 全部都找到你家裡 要不然就綁了幾個女兒 從香港穩強力集團 綁了幾個 差開一句 不用穩強力集團 很多人看不到 這個 海關 這個入境處武裝部隊 武裝部隊法 是啊 我不覺得他是想針對許智峰的女兒 他是針對機場武警執法 大陸國保來香港 你記不記得 報道過一宗新聞 在機場裡面慈械 去夾一個大陸的富豪嗎 我記得 然後他報警求助 這個人 是啊 我覺得 入境處武裝部隊 就是負責在香港邊防 緝拿這些貪官 執法回去 負二代 官二代 過境香港 立刻在飛機裡面夾他走 我覺得是 不存在話 他要對付黃之鋒 不需要用這個方法 黃之鋒在香港警察也夠 用什麼 香港警察在他門口等著他 用這個對付肥好禮 黃之鋒去智峰 不用 所以我看完這個新聞之後 我說 明年是理真的 搞定了香港之後 就抓這些官二代 富二代回去 所以你有什麼官二代 捉人質 你這些官二代 富二代全部 華爾街德爾 這些人的關係吃飯 因為很多 Ibank的高層 全部都是這些人 甚至你看看 港交所 剛剛下來的 李小嘉 這些人 說真的 原本可能做賣者 不是 你紫荊黨就是這些人 黃昇 我認識他的 我在湯做事的時候 他是我的老頂 黃昇 全部都是這些富二代 在香港和一些 所謂的私募基金 大哥那些私募基金的錢 怎麼來的呢 這些人就是服侍於這些私募基金的投資 對 可能來自山西令計劃家族 可能來自上海市委書記家族 可能來自雲南的省委書記家族 而這幫出市代表就是在香港 幫他們做這樣的投資 我覺得現在鬥到一個地步是什麼呢 我不覺得紫荊黨 是代表共產黨的 真正苗紅的 由共青團出身 或者是由黨中央的代表 我覺得不是 紫荊黨是代表著一幫盤踞在香港的利益集團 就是內地 剛才我所說的 這些投行的 負責人 香港的 在美資投行裡面的高層 因為你看過李山都知道 她是 Credit Suisse 是的 他本來就是 黃昇 黃昇我也知道 他離開了湯之後 就是幫人做這些私募基金的管理 全部都是錢 全部都是這些 好了 他現在就買人墨 就跟大陸說 我不是你的敵人 你不要下來打我 不過我幫你搞定香港 這個是投名狀 我覺得他們是想 夾在香港 然後立投名狀 如果現在是江澤民年代 他們這個算盤可以的 都應該可以的 但是你覺得美國人 買不買到這些人那裡 如果 這些所謂新香港人 也跟美國有辦法談 你不要以為他們留的 他們以前是美國的投行回來的 他們是美國讀書的 有些 華爾街的資本是有辦法談的 他們跟美國很談 還沒有共識 我們來搞香港 你信不信我 但是問題就是 我覺得 華爾街這件事 在美國來說也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麼多人支持特朗普 呢 支持特朗普 背後的民意基礎 其實是金融海嘯之後 對華爾街這班人 是怎樣 蝕就是納稅人 賺了自己的那種心態 就肯定了 特朗普的崛起就是 跟這個2008年金融海嘯 民主黨的虛偽有關 是的 直接有關 你現在特朗普不是沒有民意基礎 特朗普的民意基礎很強 其實 你現在是拜登 如果你什麼都回到 服侍華爾街的政策 我猜的一件事是 你再 因為美國會員都有一個 法國選 跟著國會 我覺得國會眾議院的控制權 本來已經很虛弱 以為賺多了議食 誰知道是少了 隨時搞得不好 就是明年 就已經叫做 跛腳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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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控制在共和黨手上 是的 參眾兩院都是共和黨 就直接跛腳 參眾兩院都是共和黨 就已經弱勢政府了 很少的 通常第一任都很少 第一任都很少 但問題就是 隨時就是 拜登這個情況 就是 如果你全部 買了華爾街 這個 不行 而且 民主黨裡面的公會票 都會問 為什麼特朗普會贏 其實之前做的原因就是 他的鐵獸戴 即米歇根 那些州份 那些工人 其實一直都在質疑 為什麼他每次都跟華爾街 一群人這麼老實 你可不可以找 美國的負責 網絡情緒上 是一個很基層的議題 其實特朗普 那些人說他是柔 我說這個是怪物 他是一個工人 他是草庚的領袖 你很想像是一個有錢人做了草庚的領袖 但他偏偏就是那個 OK 那些人是不妥妥 就是紐約那些華爾街那些 投行大好 拜登的政策 如果完全拼向他一邊的話 突然間 然後那些 投行那些中國人 隨時很大機會 應該是長春行讀書的 那些 那些 長春行讀書的 那些敗家仔 美國人不是喜歡這些精英 你美國人其實對長春行出來的 那些 私立大學出來的那些 那些有錢仔 是很有質疑的 為什麼那些人不喜歡Facebook的老闆 就是 朱西伯格 這傢伙是典型哈佛仔 其實 Facebook的作風 典型哈佛仔 我認識那些哈佛的人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我告訴你 以前我大學的時候 跟哈佛搞過活動 因為我認識那些人 每個人都好像 你和那間是哈爾濱佛教大學 不是 那間真的是哈佛大學 哈爾濱佛教大學 就沒事 全部跟他說中國粗口 就是 用華語講 刨冬掛刨 刨一堆 但是 那些人是很厲害 很心癌 我相信有些香港的哈佛畢業生 很心癌 那些 比任保林更差 那些大人有人在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是人類 他們覺得是中美 所謂創造這個 所謂 叫做什麼 美國中美利益共同體 這個概念 中美利益共同體 是啊 就是這班哈佛友 美國長春藤大學畢業的精英等等 你以前記得有個評論員 叫做David Sundberg 記得 這個就是曾慶紅老江年代的 中美利益共同體的代言人 對 我覺得現在 民主黨裏面有一幫人 是想重建中美利益共同體 而中共是很樂意 去重新協助這幫人上位 去重建中美利益共同體 在香港 我明白 如果以前江澤民年代 我告訴你 一早就做了 如果江澤民年代 曾慶紅年代都搞定 曾慶紅就是力主炒了老董的人 根本就是要求美國 美國 對曾慶紅、江澤民 只要發到財 可以退 23條可以退 老董可以炒 換曾蔭權沒問題 總之能夠發財 什麼都可以 接著就給普選時間表 但是你看到現在 同一時間 零一報道就是 人大將曾蔭權年代政改方案 所有拿到的東西全部收回 是全部收回的 這個很大件事 簡直是推倒 推倒 將曾慶紅年代所主吹的 這些對香港比較寬鬆的政策 全部推倒 美國人會看到就是 你這個習近平 是想將 你是不是真的想建入 所謂中英的益共同體 尤其是 你習近平今天講這套 明天他就收回了 對美國來說就是 為什麼他願意和江澤民和曾慶紅做生意 因為他沒得通 兩個人都沒得通 沒得通 而且你給他好處 他真的會給你一些東西 對不對 大家真的賺到錢 大家都濕到腳 習近平不是 你對馬力的金服也好 對習馬雲的態度也好 這個人隨時就是 今天我說了這件事 好像退役 第二天就收回了 好像你怎麼會 對澳洲 剛剛澳洲簽完RCEP 然後你就搞煤礦 貿易戰 你怎麼會做這些事情 以前 你想想老江 曾慶紅的人不會做這些事情 曾慶紅還要想 喂 我很多親戚在澳洲 你不要這樣教我 是不是 我整個親戚在澳洲 澳洲政府都說了 親戚出境 還得了 不用 馬上找人殺了 找親戚在澳洲 坎培加和阿蘇手上 我就是說 剛才老江 你說曾慶紅這一代的中共領導人 就錯誤了整個世界 覺得中共 已經是根本去意識形態化 所有的中央文件 都是黨八股 都是罰計 其實是 等於盜屎破地獄的咒語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後面就是 noving talk 就是money talk 美國人就最對 是吧 所以一拍即合 沈大偉最推崇就是曾慶紅 David Sumon 是的 這個人 簡直是歌頌到 他是中國最開明的領導人 這樣看 我覺得是有原因的 當然有原因 因為他們是一些實用主義者 今天的中國 是的實用主義者 今天的習近平不是實用主義者 習近平是無派 這個 他最慘的是 他又不是像毛澤東 我覺得不是 我和你有些分歧 我不覺得習近平是無派 無派是假的 習近平是中共的民粹主義者 川普是美國的民粹領袖 但是習近平是中共的民粹主義者 我認識有人在中山大學做民調的 在內地 是內地的朋友 他就說習近平在內地的民調裡面 民眾對他的支持是相當高的 不低的 在他們官方的民調 他們平時一直做的 每個星期都做的 其實你想像不到 好了 川普就不喜歡華爾街的大資本家的虛偽 和那些科技資本的企業 同樣 習近平在中國就告訴你 馬雲這些是混蛋 這些就等於美國的 Silicon Valley的 等於朱西伯格 中國的朱西伯格 他會對付這些人 喂 那些在四五線 在江門市做一個 實用中學畢業 在做順風速遞的 一個年輕人來說 他覺得很厲害的 習近平 你知道全中國有大量這些 在改革開放裡面的虛偽 是啊 他有民意基礎 他有民意基礎 你不要當他留 是啊 他這種無派的作風 我覺得是假的 但是他真正 他就拿了薄熙來的旗 我不覺得習近平這麼有創意 想到這支旗 這支旗是從慶模式 是偷回來的 這支旗是從慶模式 其實就是宋江 潮蓋 潮天皇就死了 是啊 然後我自己做了 威了天 就宋江自己獎了梁山伯 就拿了潮蓋之旗過來 他現在就拿著這支中國民粹 他是討好什麼呢 中下階層 中國一樣有那些白種廢物 其實是 特朗普民主黨之所以被人這麼討厭 他就是把特朗普的支持者 下階層成為這些白種廢物 打老婆 在Rusty Bell沒有事情做 失業 或者看電視 吃薯片 癡肥那些 Hommer Simpson 那樣的肚腩 凸出來 然後拿著一大盒 在看Super Bowl 然後穿上那些雞翼袖的背心打老婆 那些 心婚當然可以 那些東西 是 中國都有的 有 那些小粉紅 為什麼這麼多掘起 有些人 之前什麼烏有之鄉 有些人覺得 那些人哪會真的有人之前烏有之鄉 不是的 有些 有些四五十歲 在中國失業那些 就是沒有工作 或者找一份很低的工資 那些 那些 什麼烏有之鄉 鐵血社區 那些 作為精神食糧去 怎麼樣 令到自己開心的一個方法 來的 為自己充權 不就像小粉紅 對付MCGene一樣 他管得你MCGene之前 怎麼舔腳趾舔 我只要打你這套戲 Monster Hunter 我多威風 我一個石家莊 這個實用中學畢業的 一條LOSER 每天逃網巴 20元人民幣 過一天 我打下你荷里活大製作 我多威風 所以我說 這是他們的生存 就是習近平 所以我說 他重建中美利益共同體 我覺得是王毅 崔天海 這班人 甚至是上海幫 廣東幫 但是你說為什麼 習近平是一個 變數呢 就是他搖擺於 這些職業外交官 和一個民粹領袖之間 你留意一下 所以王世澤 你看到他變來變去 但是他變來變去的原因 我覺得他就是搖擺在這方面 一開公中央經濟會議 一放些數據出來 不行 所有出口企業 混蛋 那他又放了 他又放了 因為他沒有主見 他沒有讀書 他小學雞 我覺得他有權術之心 但是沒有那種權術的識見 他人的權術之心是有的 所以他常常懂得 用方法去討好 在中國裏面的民粹 這就是他的強項 他給胡錦濤優勝的地方 對 他給胡錦濤優勝 也是他搖擺的原因 一時他又要討好 那些上海的外向營經濟的省份 第一時間他又要去梁家河 一時間要去遼寧 對著那些失業的國企工人 而他覺得 他之旗就是什麼呢 他就要攬這些 所謂的 中共下面的敗戀者 包括國企 包括沒有競爭力的央企 包括那些下崗的工人 包括那些在四五線城市沒有位上 天天做速遞員的大學生 對 問題就是現在 你老實說 上海幫 除非上海幫有辦法解決 習近平這個權力問題 我覺得他要重建中美的一共同體 他是做不到的 OK 這個問題是 習近平的權力本身也不穩陣 所以他只會不斷割韭菜 正常的要建立中美的一共同體 你為什麼要弄這麼大堂 你一個馬鈴金服成功上市 整班美國 你懷疑街已經跪到不跪 我為什麼要弄這麼多 我不需要弄這麼多 還有香港也是 他真的很搖擺不定 如果你要跟美國人談 你又搞什麼 兩會現在人大就去搞DQ區議員 放一些區議員在這裡 繼續去廢 可以嗎 做花瓶 你說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會失控 我想他現在最主要考慮 就不是在於他們在區議會做什麼 而是他現在擔心 就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 多了177個區議員之後 他控制不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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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輸給泛民 是給李嘉誠做了King Victor 他接受不了 李嘉誠控制100票左右 可能兩大陣營對壘 李嘉誠壓哪邊哪邊贏 他怎麼接受得到 他當然不怕泛民可以推出候選人 梁家傑勝出 梁家傑做特首他不批就行了 問題是對李嘉誠 問題就是習近平不接受的現實 其實如果他真的要搞定經濟 你要接受和李嘉誠和上海幫分享權力 你不要看雷炳明寫屈永賢那篇文 我昨天說 他說大家不要搞錯 他說建制派和愛國人士是兩個陣營 我看到 是啊 他分得很清楚 他說屈永賢是代表愛國路線 不代表建制派 所以他攻擊林鄭 不是什麼建制派分裂 因為根本就是兩班人 對 就是說 現在是由愛國人士治港 不是由建制派治港 沒錯 建制派包含什麼 唐英年 這個 經文聯的後面的金主 岳少 這些人 是啊 是啊 四叔李嘉誠 這些人 是啊 是啊 現在就是說不是 這些人都不是 所以他怎麼會容許這些人有死 控制哪一個人做特首呢 沒有的 他現在就是 問題就是如果習近平不肯有死 告訴你 他現在這樣做 美國就會覺得 喂 喂 我本來這個超級區議會有這麼多票 即是你現在突然間區議會有這麼多票 你身後你都是 某個程序 就是跟美國的權力分配安排 你現在不尊重我權力分配安排 我不知道習近平會不會真的這樣做 DQ了區議員 但是他這樣做的話 美國覺得 喂 你是不是真的想重建美國的中美的一共共同體 你連權力分向我都做不到 我怎麼跟你分享的益 結果就是 現在的人最後就是 我撐不撐中國我都半心半意 甚至他可能要這樣 喂 我是不是把錢投資到第二處更好 還要是你中國在走資 你看看比特幣那樣升勢 我上個星期我看比特幣那樣升勢 我說 蛤 這麼升法 我買一百元歐羅 比特幣 我賣一個星期就沽出來一百三元歐羅 哇 賭白頭片嗎 誰這麼好賭 這個就是 剛才這個中美關係 我覺得我們暫時都不會有共識的 我們可以繼續 看著這個事態發展 沒錯 就越來越清晰 我覺得 究竟你這個末日博士 是燈神還是我是燈神呢 大家記住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剛才說到比特幣這件事 就是2021 你怎麼看呢 2020 就是自從二次大戰以來 最嚴重的全球衰退 全球裡面發達經濟體在2020年的增長是-5.8% 嗯 而在新興市場裡面 發展中的經濟體的增長是-3.3% 嗯 只有中國的經濟在2020年實現正增長 不過當然這個也是假的 對 好了 國際貨幣基金會就預測全球經濟在2021年的增長 會達到5.2% 很厲害 由-5.8% 去到5.2% V型反彈 就是10% V型反彈 你覺得會不會做得到呢 這個真的牽涉到我們香港人的決定 其實這個是 你覺得做不到 在2021年不會有V型反彈 你V型反彈有幾個前提 第一 你的女友業 要正常 至少你不要坐飛機 或者住酒店 要怕武漢肺炎 怕肺炎 你至少要做這件事 問題就是 你看到 至少復活節之前 都不可能有正常的女友業運作 即是說和文化創意相關的 譬如觀光演唱會 體育這些產業 你覺得不會復甦 不會復甦 即使有疫苗也不會復甦 有疫苗也不會復甦 你沒有那麼快打完 你要打完疫苗 現在輝瑞再加BONTAC MADENA 幾間公司合起來 你也不會提供那麼多劑量的疫苗 你不可能 這個 就算提供到 還是先發達國家 你又歧視我們科興 科興 要多少有多少 我們中國 科興的問題就是 你覺得是滅活疫苗 滅活疫苗 那個問題就是 你夠不夠膽相信 這些滅活疫苗 不會變成 真的滅了活 我不知道 你不可以 你去到 旅遊不行 接著 我猜 這些逛街 是清楚的 很多商店開不了 很多食肆開不了 你怎麼做 對不對 你現在這樣 聖誕最重要 今年最重要 就是重頭戲 大家想著 由復活到暑假都沒有了 那些 喝餐飲業都沒有了 大家看著聖誕吃飯 結果聖誕全面落單 全歐洲落單 英國就不用說 英國不用說 T4落單 或者玩到這樣的 你怎麼可能有經濟復甦 對不對 你現在的份時 就是2020年的存貨 例如那些衣服 因為你復活節 那些衣服賣不出 成誕節賣不出 就退到2021 2021賣的 你的存貨都沒有消化 現在我網上買很多時候 他說免運費 還要三 還要七折 六折 你去到這個時候 你的存貨都消化不了 你做什麼 對不對 你的經濟怎麼會V型反彈 對不對 你現在只有一個行業 真的賺到錢 那是墨牛做速遞 就是DHL那些 你這次發達 對不對 有時候最好業績 DHL 但是問題 如果DHL除了Furdex 誰會做到這些 我就會這樣看 我覺得未必是V型 我就會覺得它是Like型反彈 OK Like型就是 從一聲一段 額色這樣下 反彈那裡是相當漫長 那個踢上去那一刻 就不是這樣 不是成比例的時間上那個圍堵 反彈是很漫長 可能是兩至三年 你要看看疫苗的成效 如果疫苗有成效 我猜可能全球就會開放 總之你打了疫苗 有針卡 就好像以前去那些第三世界 國家 好像以前我回印尼鄉 我都要怎樣 打針 拿了針卡出來 可能全部都是針卡 疫苗有效 可能用快速測試 疫苗有效 那就可以去旅行 可以這樣 我覺得其中一個關鍵 除了疫苗之外 我覺得中美也是一個 會不會好像我們剛才的討論 會不會重新在靜止一段時間 重新出現新的中美磨擦 甚至準軍事衝突 這個也是關鍵的 對2021年的經濟 可不可以出現V型反彈 如果有一種軍事衝突 你可能就沒有 沒有了 不用玩了 俄羅斯和北約 阿塞拜疆 這些和亞美尼亞之間的軍事衝突 地區性的衝突 一直會存在 但現在最新的火藥庫 就是會不會在南海 南海和台灣 南海和台灣 這是影響到2021年的全球經濟發展 因為南海和台灣 現在台灣變成冰家必爭 晶片 台積電 全世界最直接的工具 因為它封這個中心 是的 封中心 然後你想想 你沒有台積電 我現在前面 我用這部東西 在錄影那個 M1 MacBook M1 為什麼可以這麼快 因為有台積電的5納米技術 但現在10納米技術的芯片 都不能出口去中心 如果根據美國現在的制裁 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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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中心玩完了 其實是 好像現在自主研發的 好像是28個納米 28納米 28納米 算了吧 有個阿婆 你沒有看過新聞嗎 我看到 上海有個阿婆 說自己自主研發了 28納米的芯片 我心想 人家已經在說5納米 已經是 而10納米都不賣給你 如果你說5G時代 6G時代 沒有了這些這樣的晶片 做春 不 還要是 台積電已經在說明年 Apple給產銀是 3納米 明年 3納米 3納米 去到2納米 因為 你一掉了 以後就追不上了 追不回 以後都不用追 以後都不用追 你5納米都追不到 就是3納米 2納米 以後都不用追 與你無關 那些 重要的是 你現在買的那些機器 你一定是問 荷蘭奧買的 荷蘭奧買的 晶片設計機 是荷蘭奧買的 光刻機是荷蘭奧加德國的 鏡頭是德國的 是塞斯的 光刻機那間公司 ASML 那間以前 荷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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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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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歐洲 同 你還要在那裡設計很多美國科技 美國現在不讓出口 你玩什麼 你玩 玩手指嗎 不能玩 所以我覺得 中國可能為了晶片這個問題 挺而走險 因為它是什麼大數 大數 這樣就攬炒,中國的問題就是,中國的一些所謂習近平,大數據,大監控,都是基於晶片科技的 你沒有晶片科技,你買不到晶片,什麼都買不到,美國現在什麼都能在技術封鎖 美國也叫皇帝不優價,他也不一定要買技術給你 反正台積電,不賣晶片給華為,Apple不知道多爽,買了華為的產銀 那你看不起我們祖國的自主研發創新,我們飛行服務隊不用黑鷹,不用法國直升機,用大陸的直狗也可以 直狗那些引擎沒有東西,直狗你夠膽拿,覺得沒事,你沒有東西 是不夠膽拿,是建制派敢不敢坐,因為太平紳士巡監倉 就要由飛行服務隊,飛他們去芝麻灣,天暖的監倉 如果坐直狗,這個是測試,因為民主派的人沒有人再委任太平紳士 全部都是建制派,那就看看葛佩帆,周浩鼎這些,敢不敢坐直狗 就顯示他們梁美芬,愛不愛國,那隻狗就行了 他們一定不敢坐,他們一定縮在這邊,肯定不敢坐 你不要說中心麻煩,飛行服務隊玩完了,一夜玩完了 是一夜玩完了,很厲害,沒有零件,訂什麼零件 他以前好像有黑鷹的,有一隻黑鷹的,最主要是 現在的那隻H175,那隻,即是AIRBUS EUROPE COOPER 有沒有美國建術界裡面,有加拿大普衛的引擎 加拿大公司的媽媽,是雷神公司,即是美國 即是出飛機雷達那個,雷神和UTC合併了,變成RTX 雷神聯合科技,雷神聯合科技 現在拿著普衛,普衛是做直升機引擎那間公司 你還需要玩,你直接收檔,是不是 直接不用飛了,真的 要是用中國版,用WZ16隻引擎那隻,敢不敢飛 我都是那句,直舊,好東西來的 要是直舊,還有電子搜索,紅外線那些,不用玩 多謝,不關你事 或者他用定疫機,就用二次大戰,中共解放軍的定疫機 都可以的,那些,都可以的 或者用蘇聯機,夠膽 上海有民用機生產的,Marty 民用機,問題是,那架定疫機最主要,不是機本身 還要是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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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神,雷神 那些全部不賣給你,你全部用不到 那些軟件都無法輸入,是不是 機器,都無法輸入,我不要說零件收的東西 既然更新軟件都無法輸入 然後你找一個黑客,怎樣 一個不幸的,然後你被監獄了,有個手足 我覺得這樣,改名就可以了 這個我們永遠攔不到我們美大的祖國 叫香港滑行服務隊 用滑場機就可以了 不用錢了 你什麼雷神系統,引擎系統,我全部不用了 我用滑場機 滑場 可以這樣滑 葛佩帆去芝麻灣監獄,用滑場機降落 哈哈哈哈 我想大家爭著去看 大家不認識花生,它會掉下來 然後馬會 然後馬會 滑到芝麻灣海邊,大家都看它什麼時候跌下來 跌下來,開賠率 馬會開盤 哪個先跌 哪個先跌 但是我 我覺得有時候 中國也好 這些港共都以為自己很聰明 以為自己可以飛掉美國 其實美國某程度上會繼續 這種壓力,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 你這麼喜歡,你想飛掉我 怎麼這麼容易 你知道嗎?Martin 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每年 美國本來是例行公事 前年開始就派個代表團過來 要求中國海關帶他們去看 每個機器的 鎖號碼機器 這麼像出口中國的還在不在香港 你申報是來香港的 已經開始了 我告訴你,2021年 我想每季都會有 你不可以不讓它入境 你不讓它入境,它就會禁止你 因為它在執行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 美國的人員 海關是一隊特別職務的人 去招呼他們 我告訴你,逐部機體 醫療機器 你不要以為是軍用科技 不一定的 很多民用科技背後有軍用技術 你剛才提到的 那些雷達 或者醫療設備 全部都是 軟紅外線 全部都有 軍用科技在背後 所以它很嚴重 我告訴你 這個制裁飛行服務隊 只是冰山一角 剛剛開始 隨時養火都倒閉 我告訴你 如果它是理真的 現在都賣不到 很多機器 爐寵某那間公司 港大醫學院深圳分部 有些機器是不可以去大陸的 你隨時找回 香港大學一找回 你解釋不到 香港大學不用買的 有什麼機器都不用買 可以做頭 所以我說這個飛行服務隊 我一看到 糟糕了 這次特區政府 我真的替邱騰華擔心 結果我發現 我上網搜尋邱騰華 已經有幾個月不見他有新聞了 可能他真的怕制裁 他真是甜水 這人很聰明 已經全潛了 真是深海魚 已經潛了太平洋 八千米海底 已經找不回 找潛艇也找不到 我想潛了海溝 完全見不到 他幾個月之前還說話 說得很大聲 現在直接潛水 我猜他自己害怕 他被制裁 他什麼都不用做 你甚至看看 可能美國有資產 可能在美國有樓 也不奇怪 在美國有資產 我猜是 你見到不出聲 那些可能是美國有資產 而且也想著林鄭就死了 算了 無謂再為林鄭背書 無謂跟他搏 為林鄭 回到正題 你說沒有V型反彈 你覺得是U型呢 谷底行呢 谷底行一輪 橫行一輪才會彈 還是Nike型 谷底行一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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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有疫苗 都會谷底行一輪 很短的時間 因為很多人失業最慘 沒有消費力 很多人理會 政府援助金 怎麼會有消費力 別玩 至少就是 你 可能我已經換了一整年了 然後你慢慢 你可能回了幾個月工 你才敢出去旅行 買東西 那些東西 那時候可能會想快些 U型反彈 但是 U的底就很闊 我叫做碗型反彈 一個大碗那些 大大隻碗那些 那些反彈 就是要很長時間 文間智慧 就繼續買金 和炒比特幣 如果是這樣 很大機會 繼續買金 炒比特幣 特別中國 你現在 今次的廠都搬了 去什麼越南 那些便宜很多 出口的文件容易很多 例如越南和歐洲 有自由貿易協定 報關少許多文件 報關少許多文件 那裡已經差很遠了 因為你不用付關稅 但你覺得這個供應鏈 脫歐真的可以嗎 聖誕節我看到 美國 主要都是靠輸入中國的小商品 供應鏈都沒有脫到 因為中國之前 有很多存貨 價格是很便宜的 價格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的關稅也有免費 因為你要錢不要貨 但是你過了 要錢不要貨 一清潔輸入中國 現在就見真章了 你的貨品都沒有了 然後你沒有由 低於成本賣 當然沒有緊要的 習近平親自領導 親自指揮的 政策性貸款 叫他們繼續生成本 政策性貸款 虧著賣 虧著賣 你不會更長期虧著賣 這是硬性貸款 所以我覺得 你覺得 其實你一去到 我猜明年 清潔了全部貨 大家就見真章了 就知道 是不是脫到 就好像 Apple那些 譬如說 iPhone那些 iPhone那些 iPhone都賣好了 iPhone是因為 清潔了全部貨 那些零件都清潔了 沒事的 現在 iPhone開始把生產線搬到越南 我懶得給你 其實搬到越南是一個警號 他告訴你 我怕了你的關稅 可能中國還不會生產 但是生產就是我賣 在外循環 還是中國賣的iPhone 中國自己生產 中國市場的就是在中國生產 是 中國市場 其實Apple已經分了兩個型號 中國市場是一個專用型號 其實已經 已經在做這件事 很大機會就是那個型號 就是在中國生產的 因為Apple現在很尷尬 那些新iPhone 除了在盒子上會寫什麼 在那裡 在機器上不會告訴你 在那裡 很古怪的 現在什麼資料都沒有 在機身上什麼都沒有 即是那些 那些沒有 你一分加 然後越南 越南、印度 印度就給歐洲市場 越南就給美國市場 所以南海就變得很重要 南海 南海的冰加低 真的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說 U型 或者是 簡直是 好像這個 一直在谷底走走走走走走 不知道走到什麼時候才會彈 那中共就 應該會 向彈邊身 實會 因為它沒有 它要轉移國內的矛盾 就要說外敵搞我 不是我們親自指導的 習總書記的問題 而是外敵的問題 所以會開片就是這樣 所以我對戰爭危機 北九都有這個異句 就是這樣解釋 但是它會用什麼形式 表達出來的 這個台海的危機 是直接兩棲登陸 攻打台灣 還是借南海問題 變成這個區域封鎖 南海先 我猜東沙 東沙和南沙 東沙為重要 即是會攻佔台灣的太平島和東沙島 什麼東西可以這樣 因為如果直接打台灣 我猜美國 即是不會攻佔台灣本島 因為攻佔台灣本島 你會直接 Tagger 美日安保條約 所以 第七艦隊就去 對 你直接開片 北九號 他們就出發 在橫須巷 但是東沙和南沙 太平島 他們覺得好像有戰 很模糊空間 但是我猜如果 你真的搞東沙和南沙 其實美國都會動手 都出發 第七艦隊 都出發 沒有人不出發 中國可能以為不會出發 但是美國實際上 效果一樣 很簡單 你南沙 東沙 你碰到 那些 南海的航行自由問題 或石油運輸的通道 是 然後你說 打金門 打金門就算了 金門 你一打金門 民進黨政府說 我不要金門 那怎麼辦 沒有意思的 而且你不要金門 不要馬祖的話 隨時你打金門馬祖 民進黨成績掉了 你更嚴重 為什麼留在金門馬祖 那兩個尾起 他就是不想你真的變台獨 是 claim這個大陸的主權 他還可以 因為那兩個不是台灣本島 那兩個是福建省 對呀 近福建多個近台灣 他現在還叫福建省 那兩個是福建省政府 但是台灣還有一個福建省政府 現在你突然說 你突然說 沒有了福建省政府 那是台灣獨立的 事實 那中國是不是倒以抱手 正如他在香港 我們要 你又要研習一下 這個習近平底線思維 在中共中央工作經濟會議 都提出 底線思維就是 我先計劃了一個 危險案件 先 就是攻台的危險案件 然後自己想想 那是否能拼得下 能拼得下的就是去馬 他現在對香港也是這樣的 行政長官選舉的 最糟糕的情況就是 李嘉誠成為kinkmaker 拼不下 去馬 剷走所有區議員 他理得你美國人怎麼看 總之我的戰略目標 就是不能夠令到香港商界 成為kinkmaker 如果這樣的話就會打 就會開片 肯定會開片 因為他不想 他的底線其實就會在哪 什麼時候出現呢 就是台灣駐美代表處 怎麼命名 如果由台北轉成台灣 大家知道有什麼事情 因為台北 你當是一個城市 好像香港那樣 台灣參加國際組織的一種外衣 台北 用台北 如果直接叫台灣 就是另一種事情 直接叫台灣就是國家 已經是 你不是像香港那樣的地位 如果台北 就跟香港差不多 台北也有 香港也有經貿辦事處 是不是 台北有經貿辦事處 那是一樣的 即是矮化了台灣 但如果叫台灣駐美辦事處 是另一種事情 台灣 你當它 你會不會有廣東省駐外辦事 你不會有這件事 除非習近平創造這件事 什麼廣東駐美辦事 廣州市駐喉斯頓領事館 是的 你除非有這樣的事情 習近平不會做這件事 習近平不會創造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去到這個時候 應該是很乖乖的 我已經聞到一股乖乖的味道 但我反過來看 我覺得 如果你看 安東尼·布雷克人這班人 他們在奧巴馬任內 其實都是對台灣問題 依存跟著中共的意思去做的 盡量不去碰觸台灣問題 問題是因為現在國會 過去幾年的壓法太多了 由台灣旅行法到現在台灣保證法 台灣保證法 即是已經走了很多步了 已經走了很多步 已經走到很遠 那些框架已經多了 你不能回頭 還有軍售協議 軍售協議 軍售協議 軍售協議有涉及很多軍火商的益 是不是 然後你說台灣保證法 剛剛過了 為什麼是這樣過 他就是知道你隨時 拜登後面那班人想 腳軟的時候 都不讓你腳軟 沒有腳軟的空間 簡單來說 他不會讓你腳軟 所以 他們有時間煩 即是就算你找回奧巴馬的人 事過境遷 法律 什麼都改變 形勢改變得太厲害 甚至美國的民意都改變 有些人 美國人覺得武漢肺炎 是珍珠港時刻 本土遇襲 相信這套東西的人很多 但是那些全部都是特朗普的選民 實說 他們就愛國熱情澎湃 你怎麼搞 沒得搞 所以事過境遷 你要做熊貓擁抱 你要擁抱熊貓都擁抱不起 你看歐洲為什麼突然轉眼 你看譬如 德國和法國很明顯 你看英國 你幫特朗普遷想轉眼 沒有得遠的 尼爾法拉斯說的一句 多謝中國給武漢肺炎 搞到我們今天聖誕這樣 那是Britzic黨的影袖 很多Britzic黨 反映了Britzic黨的民意 最好笑的是什麼 德國駐聯合國大使 最後一天在安理會發言 就說希望中共在聖誕節 釋放加拿大那兩個麥克風回家 趙立堅說 你早走早著吧 抗爛的 在聯合國發言 也都可以這樣的 這些是戰黃衡 可以瘋到這樣的 完全沒有誇摩 對他來說 他完全不須要顧什麼外交禮節 人家在最後一天 是嗎 引發德國政府的一個要求 提示在安理會裡面 還與德國的一些 德國也是歐盟的領袖 一條趙立堅彈散 叫人早走早著 你至少得罪大佬 歐盟是以德國做大佬 德法兩國做大佬 現在德法都得罪大佬 如果這樣的話不只是美國 如果整個歐盟和中共的關係 都回不了肺炎之前的情況 這個全球的經濟增長一定是有很大的阻礙 成為一個最大的變數 其實真的增長不到 可能中國做到的 他要多少有多少 數字是他 習近平要有光就有光 習近平是上帝 你沒有看中央經工作經濟會議報告嗎 說中共這一年再入市策 他當自己創世主 救世主 可以有光就有光 要有疫苗就有疫苗 可以有病毒就有病毒 不知道是幾英 那他真的做到 他要病毒就有病毒 要疫苗就有疫苗 不過沒有告訴你多少%可以 沒有告訴你 50%還是90%就不知道 現在是50%以上 真的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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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我們今天節目 差不多一個小時 二十分鐘 已經是 破了紀錄 你以前的影片 不是那麼長 通常是四個字 四個字 中間沒有停止 沒有廁所位 大佬直落 是直去 一個直去 很少 我們播出是星期三 香港時間 9點 在德國已經是24號 還是23號 還是23號 我們可能早些祝大家 聖誕快樂 和家人平平安安 在家裡過平安夜 不要出去 其實我們兩個都做不到 做不到和家人平平安安過平安夜 所以在香港的朋友 或者在海外的朋友 能夠和家人團聚 現在對香港人來說 是很難得的 沒錯 很難得 我也看到 肥佬黎可以保釋回家 我也覺得 是 好事 是的 好事 希望他和家人 好好度過這個聖誕節 其實 麻煩你了 Martin 靠你了 然後製作後面的東西 就是我的 靠你了 不行的話就是靠你了 好的 我們跟著 也是會星期三 逢星期三這個時間和大家見面 差不多 差不多這個時間 是的 如果你說要 柯尿位短一點 OK的 因為第一集 賣大包 以我們這些年紀來說 都不需要柯尿位 其實 對 我們這些不用 大家可以幫忙 叫多些人來看 我們希望多說一些外界的世界 是的 我覺得這個 2019年對香港人來說 最大的啟發是甚麼呢 我們不是一個孤獨 我們是國際的一部分 是的 是屬於西方世界 國際的一部分 這個也是過去香港 由1842年開始 到現在都是 在歷史上這百多年所行的路 所以 現在更加再進一步 我相信香港人對國際問題的關注 是多了很多 不一定只是和香港有關 甚至只是和國際問題 比如白俄羅斯的抗爭 到以色列 到 英國的脫歐 以色列 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的問題 全部都和香港有關 脫歐其實和香港有關 很多香港人 是的 我們還沒說 之前準備的時候 說過BNO平權 如何可以推廣到歐盟 這個留下個禮拜再說 下個禮拜再說 這真是厲害 大家千萬不要 調以輕心 如果BNO平權 推到歐盟的話 真是可以 全世界最惡的護照之一 是的 升為第一位 我怕整班人都會搶 很忙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到此為止 OK Martin 拜拜 拜拜